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六 在佛罗里达州的Jacksonville这个地方 一家商店Dollar General这个商店里边发生了枪击事件 是一起种族的仇恨犯罪事件 现在联邦政府以及当地的警方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调查的 那么这个事件当中有三名顾客被打死 这三名顾客你一听这个是种族仇恨的话 基本上可以想象出来这三名顾客都是黑人 那么这个枪手是21岁的一名白人男子 他所构成的仇恨犯罪不仅是他这次杀害的都是黑人 没有对商店里边的任何白人开枪 同时在他的电脑里头呢 也发现了几份这个宣言 这几份宣言 一共27页呢 基本上内容也都是有这个种族仇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 所以才把它定性为叫做种族仇恨 这件事情呢 我们跟大家的来稍微的讲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呢 它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个21岁的叫做 Christopher Palmetter呢 他已经自杀了 所以对他没有什么起诉的问题了 但是他造成的影响 或者他在整个的心理上 对这个国家造成的影响 还是能够持续的 他让我们想到 就是有的时候 你什么措施也没做 你只是一个黑人 或者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 或者因为你是一个亚裔 就莫名其妙的被杀害了 而杀害你的那个人呢 他没有犯罪记录 他不是想从你的身上抢走你的金钱 他没有什么别的可图 他图的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他对一个整个的 一个族群的一个人的偏见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产生了 他这27月子也好 他这21年也好 他21岁 他的对黑人的深仇大恨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就是我把我的命也搭上 我为了仇恨你 这哪来的 他的这种仇恨 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 因为我们作为亚裔 也是外国人 在这个国家 我们也是少数族裔 我们有没有受到过攻击呢 从政府的层次 从各种排斥我们的法律 到法院的过去的历史上的一些裁决 到对我们实行的私刑 到民间的这种种种大大小小的辱骂 和肢体的攻击等等 那是比比皆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对我们亚裔的这种仇恨 一个人他本身是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 他慢慢的小学中学这么一路长上来 他为什么对这群人格外的仇恨 但是关键是这样 谁都有偏见 谁都会歧视另外的人 但你把它变成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是到最后是 我跟你同归于尽 这事就得研究一下了 你说这人是疯子不一定啊 对不对 你研究一下他的经历不一定 他选择礼拜六是为什么啊 礼拜六乃是著名的马丁路德金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叫做百万人大游行啊 那六十周年纪念日 在那一次的大游行上 他发表了著名的 我有一个梦想的这么一个演讲 礼拜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这个城市 1960年大暴动的一个纪念日 每一次一些黑人在静坐示威 试图获得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平等的地位 结果两百多个白人手里拿着棒球棍和 X handle就是斧头霸 上面没有斧头就出人命了 带着三K党的那些标志 对这些黑人 其中还有一些白人呢 跟黑人在一起争取权益 都被他们打了 也是这一个礼拜天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日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这个事情呢 来再次唤醒大家 对这个国家的深层的存在的这个歧视和偏见的重视 对 他在礼拜六去行凶 其实也可能就是挑了这个日子 他并不是一个巧合 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21岁的人 他是当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现在依然和父母亲住在一起 他是住在隔壁的 不是在Jacksonville的 他在旁边的一个Clay County 显然不太远 那么上午11点40几分的时候 离开父母的家 开车呢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他先是到了附近的一个 挺挺著名的一个黑人的大学 叫Edward Waters这样的一个大学 这个呢是美国南方相当著名的所名校 这里边的学生90%以上全部是黑人 所以呢他先到了这个学校的停车场 停下来以后 这时候他已经穿上了所有的 叫做什么防护背心啊 蓝色的塑胶手套啊 枪啊什么的都弄好了 一长一短两支枪 然后在显然这所大学里边 因为是个礼拜六 而且是一个中午 这个大学里头居然 那个保安还是相当负责任的 保安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叫来了一组保安人员 说这个我们停车场来了一个人 他这个穿着打扮不太一般 穿的全副武装的这个像军人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枪什么的 不对 咱们赶快来看一下 结果人来了以后 他一看这个情况呢 这个年轻人啊 就离开了 就开车离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大学里边的保安 向当地的警长办公室报告了 说有这么一个人 到我们学校里头来 挺可疑的 遗憾的是没有打911 对没有打911 因为没出人命 他也没有拿枪威胁任何人 也没有放下什么狠话 说你等着我要学习 什么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他就离开了 然后离开以后 不久他就跑到附近的这个 Dollar General去 去先是在停车场 一个乘客坐在自己的车里头 在停车场里头 他对着人家的汽车里头 连开11枪 然后开了11枪以后 拿着枪 他拿的是A2-15 这个半自动步枪 进到店里边 然后又打死了另外的一名黑人 这时候呢 他就要求店里头的 所有的白人离开 从后面离开 有一些不是白人 这个有意思 就是说但是肯定不是黑人 对 他就让一些白人或其他人 非白人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白人 绝对都是白人 从后门离开 但是他明确说黑人不得离开 就是说 他跟着这些人 从后门出去以后 又回来 开始又开枪 打死另外一个人 结果对 还有一名女性 他再开枪 人家跑啊 就没打中 这时候呢 警方人就来了 警察来了以后 他一看情况不对了 他这时候呢 先给他父亲发了个转信 说是你们用螺丝刀 打开我的房门 我在电脑里头有东西 你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其实枪击案已经快结束了 而且呢 他警方到的时候 听到里面一声枪响 就是他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那么他父亲进到他的房间里头 从电脑里头就发现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 总共27页的东西 一份是给警察当局的 一份是给他 好像是给他父母亲的 还有一份是给这个媒体的 三份东西 这里头就有详细的 他的这个 就是种族歧视的这种 这种内容的东西吧 那他父母亲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时候枪击案已经发生 而且他的儿子已经自杀身亡了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 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六 发生的枪击事件 在佛罗里达多的这个Jacksonville 这城市呢 其实算是佛州 大概最大的城市了 这个有差不多100万人 30%是黑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最近啊就是种族歧视 或者种族的这种言论 是比较猖獗的 一是反对黑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反对犹太人的 这个有的时候在 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 在你的院子里头 就可以发现一些 反对犹太人的传单 有的时候他那个 新纳粹主义团体 就在某些高速公路上的 那个悬挂一些大的标语 就是攻击这个犹太人的等等 这些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频繁的出现 那么在这个FBI 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当中呢 就是从2020年开始啊 针对少数族裔的 这个种族主义的仇恨犯罪 大概增加了11%左右 其实这里边呢 最大的族裔受到攻击的 是黑人 大概占30% 亚裔的显然在这个疫情 就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 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也明显的增加了 那么这个人呢 也稍微讲一下 这个Ryan Christopher Palmetter呢 他精神非常的不稳定 在他14岁的时候 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 警察到了他们家 因为收到了家暴的 911的电话 那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他是跟他兄弟俩人 如果只是你删我一个耳光 我骂你一句 会有警察来吗 那肯定不会 一定就是有非常厉害的一个情况 可能动了刀了 或者是把人给打伤了 或者是举起一个什么东西砸啊什么 咱们这只能是判断啊 为什么这么一个猜测呢 因为他只有14岁 所以当时警察来了以后 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也知道在叫什么名字 但这个事情就没有怎么立案 没有立案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等买枪的时候 他没有记录 没有犯罪记录 这是2016年的时候 2017年 他15岁的时候 又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法律 是用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的名字 叫Maxime Baker 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法律 叫Baker法案 这个法案呢 是因为这一位议员呢 非常关注 有精神问题的人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推动的这个法案 就是当一个人呢 出现这个精神问题的时候呢 在这个里面有个强制的 72小时的观察 那2015年的时候 他2017年的时候 他15岁的时候呢 也受到过这个观察 就评估他的心理状态吧 那一定出事了 对 好端端的干嘛 评估我的心理状态啊 但是还是因为 他是一个未成年的人 所以这个事呢 在他购买枪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记录 否则的话 怎么可以把枪赖给他 他这个是合法买的啊 这枪不是他爸爸他妈的 是他自己合法买的 所以这个情况 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连一面 和